黑西装 黑墨镜 国际巨星曾子丹 以政协委员身份亮相两会政协闭幕式 秒变追星现场 我刚刚拍完一部检察官 大家都是电影人嘛 所以没有分哪个地方都是中国的电影 面对香港政府加速推进基本法23条立法 叛国叛乱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身为香港演员曾子丹给出回应 我肯定是支持啦 正当一票媒体追完曾子丹 马上有位长法飘逸的九头深圳妹 走在铺好的红地毯上 让人一度以为他是哪位明星政委 气质出众的长法美女 疑似现场工作人员闭幕前场外热闹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闭幕式上 发表讲话以中华儿女大团结谈两岸 看似简要带过 但政协决议草案点名台湾 坚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场 今年两会设台信号绕着反毒促统 和平统一为核心 而金门渔船反复谈判破局 演变成两岸危机又该怎么办 以后长进去再说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刘伏比 透露整件事不会过去 大陆国防部趁政协闭幕前向外界说明 今年的大陆军费动向约7.3兆台币 高于台湾12倍将用在军队建设 国防科技等 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强调一切公开透明合理适度 陈解放军将加强练兵备战 坚决打毒触通 记者 林杰先生配与北京采访报道 我是陈志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